欢迎来到《凤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其实谢金燕藏有一子之事 在圈内早已不是秘密 虽然不是以燕子之名献身 但谢金燕仍常常带她的儿子Jolson 参加友人聚会 甚至工作都带在身边 谢金燕在万里海边拍戏 就曾带着当时被称为 姐姐的小孩的Jolson一块工作 当她在拍戏时 Jolson就一个人乖乖坐在宾室车内玩耍 而在拍戏的空档 谢金燕也会上车跟她打闹 摸脸逗弄 母子俩的感情看起来相当甚厚 其实 谢金燕不但刻意隐瞒 儿子Jolson的实际身世 甚至被直指为小孩生父的杨宗献 与做爷爷的杨登奎 都被蒙在鼓里 推算谢金燕朱胎案劫的时间 的确是12年前 她与杨宗献濒临分手之际 也因此 杨宗献被媒体追问时才会一时语色 在未得到谢金燕亲口证实前 既不敢承认 也不否认 事实上 了解谢金燕的人都知道 谢金燕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孩子 当她与杨宗献的恋情受到爸爸的债主杨登奎阻扰时 曾一度让她非常痛苦 也因此 很有骨气地宁愿自己飞往美国秘密生子 也不求杨家人的支持 据悉 谢金燕和杨宗献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两人一个是秀场天王之女 一个是综艺大亨之子 在诸葛亮还未跑路前 身边不少叔叔伯伯 均鼠疫将两人凑成一对 连谢金燕会加入有荣唱片成为杨宗献的师妹 都是靠杨宗献从中牵线 让谢金燕一元歌手梦 只是 当诸葛亮击欠上亿元赌债跑路 惹毛了杨登奎后 进而也将这股气出在谢金燕的身上 甚至对外放话 我儿子炮谁都可以 就是谢金燕不行 同时间 他还砸钱在温哥华 替杨宗献设录音室 美其名希望他专心创作 实际上就是要拆散这对恋人 杨宗献眼见负命难为 只能放弃谢金燕 男友的不作为也是伤透了谢金燕的心 谢金燕有人透露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诸葛亮都不敢跟谢金燕联络 不是谢金燕不借他钱 而是他深知谢金燕对自己的怨对 谢金燕除了从小就得不到忙于工作的父爱外 又被爸爸的赌债拖累 甚至搞到他没能给自己的小孩一个完整的家 谢金燕在事件曝光后再度躲起来疗伤 反倒是现正火红的诸葛亮意外成了女儿的发言人 他左一句杨宗献最好 右一句亲上加亲 似乎帮谢金燕承认了杨宗献就是孩子的爸 而杨登奎才勉强与诸葛亮演完一句握手言和的戏码后 又得加演一场任祖归宗 想必心头也闷到家了 2013年在杨登奎病逝后不久 儿子杨宗献就传出喜讯 赶在富士百日内与小他15岁的女友小婉结婚 据了解 两人已于2013年4月登记结婚 双方亲友曾低调在墾丁BBQ聚会庆祝 未公开宴客 此前 杨宗献曾被问是否想结婚冲喜 他表示 有想过 事实上 杨登奎骤势对杨宗献打击很大 智商过程很低调 未公开面对媒体 杨宗献与女友小婉交往多年 过去还带他出席电影《大为卢曼》的庆功宴 女友姓何 一头利落短发 远看神刺郭彩杰 当时杨宗献坦言 两人有考虑结婚 本想介绍女友给爸爸 可惜还没机会让他们碰面 杨宗献处理父亲后事时 小婉都在旁关心陪伴 相处一乡一家人 据了解 他们按照习俗赶在白日内 已于4月登记结婚 有知情人透露 杨宗献是带妈妈 岳母等家族亲戚到肯定散心 他跟新婚妻子感情好得不得了 杨宗献虽是歌手出身 但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与谢金燕的绯闻 两人合唱《软的最爱》《痴情一场空》等歌报绯闻 谢金燕此前坦称未婚生子 当时盛传杨宗献是孩子的爸 但他出面否认 自从诸葛亮复出后 围绕在谢金燕周围 有关藏子的话题就没断过 至今对于孩子生父的真实身份 外界一直都在揣测 过去曾跟他传过的绯闻男星都被牵扯过 包括了杨宗献 王时贤以及圈外男子 但都无一人承认 黄少奇甚至因此发出强硬声明 撇清关系 对此 诸葛亮生前的助理曾自爆内幕 他表示当年谢金燕和杨宗献曾经交往一段时间 该名助理坚称小孩的生父100%是杨宗献 该名助理也透露 当时谢金燕怀孕时曾找过同父异母的哥哥谢顺福协助 据他了解 原本是要去日本生产 结果因为签证问题 最后才改去美国 至于杨宗献为何否认 他则表示 可能杨宗献也不知道是自己的 字字句句发言劲爆 甚至还称以上讯息 谢顺福都亲口证实过 对此 谢金燕的经纪人求求表示 我没有办法替他回答 这是他私人的事 谢顺福被媒体询问之后 则回应 除了谢金燕本人以外 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所有人说的都只是八卦与猜测 本人不再另做任何回应 谢谢 杨宗献已逝的父亲杨登奎也卷入过此桩一案 但过去他也否认对此之情 至于黄少奇 他表示自己只跟谢金燕在民事2003年第一次合作 时间点跟谢金燕儿子的年纪完全对不上 所以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不愿再被扯入生父推测的谣言 王世贤也选择不与传闻起舞 公开被媒体问及时 也选择无起耳朵说 别人的家务事真的不方便 《生子新闻》最早被爆出之后 也有媒体写道 谢金燕私下向亲密的姐妹桃 很自豪地夸耀孩子的爸长得超帅 据悉 两人种下艾苗的那一年 男友正全心投入模特生涯 是一位超帅的男模 不过也未经任何证实 于是 关于谢金燕母子的一切至今已久沉迷 有关杨宗献遭报是谢金燕儿子的生父仪式 白冰冰也曾提到 她认为爆料不可信 她说 因为我之前在郑靖一演唱会才碰到过她 我有问她这件事 她跟我说她真的不是小孩的爸爸 不过她也表示 重要的是孩子知不知道生父是谁 除了儿子 谢金燕也没有要向外界报告生父身份的必要 除此之外 白冰冰还认为 无论爸爸是谁 谢金燕的儿子都有权利知道生父的身份 她要一直保密 大家也不会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该给孩子一个交代 如果连孩子都不知道 那就有点委屈了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她也没听过关于谢金燕小孩生父的传言 笑说 谢金燕有小孩就和爸爸诸葛亮出国深造一样神秘 都是被媒体拍到才知道 至于谢金燕的整形疑云 她的经纪人求求否认道 唯一的是车祸时受得脸部跨越鼻梁伤口 一辈子的伤痕 一辈子得为她牵动神经去完整它 谢谢大家关心 姐姐会跟着伤痛共体共荣 一生一世 共体共荣 一生一世 这番极具戏剧化的用词 刚好对赵时尚圈最近私下也在广为流传的消息 说谢金燕跟经纪人求求似乎有着超主谱关系 不但出入时手牵着手 求求拿着手机替谢金燕拍照时 跟前跟后替她开路 引道时 一举一动 脸上都满出来了祸粉关爱的神情 重点是 求求一身不修蝙蝠 男子力十足的穿着打扮 跟着妖娇美丽的谢金燕穿梭于各大秀场之间 看来极度反差的她们反而击似一对女女CP 不仅如此 早有媒体拍过谢金燕跟求求于公于私都形影不离 出入同洞豪宅的直击画面 甚至连谢金燕私下出游都会双手搭着走在前头求求的肩膀 以女女搭火车之姿过马路 另外就连哥哥谢顺福都没有谢金燕的电话 有什么事都得透过经纪人求求传达 才能跟自己的妹妹联络上 难怪处理诸葛亮的后事 谢顺福忍不住公开向求求喊话 猜想这么多年你所下的功夫 已经让我两个妹妹不能也不敢脱离你的掌控 求求 为了你一己之私还要伤害多少人 求求求求你放手 我爸已走恩怨两宵 通篇用你而不是用您 要求求放过全家人 对此谢金燕更是发出亲笔信 用208字全力护航求求 可以感受得到字字血泪与不舍 跟求求一己奋斗十多年 同甘共苦 遭遇所有不能说的苦 求求永远是冲在第一线 手无寸铁 满身是伤 我只知道她对我的好比家人还多 事实上 过去十多年来 谢金燕未婚生子 生父不知去向 也确实都是求求以类似经纪人 带夫职 父职的方式 照顾着谢金燕母子起居 过年过节也是求求伴着谢金燕采买 包括春莲 红包 零食及糖果等等应景年货 谢金燕鱼丝除了孩子的生父遗云 在演艺圈也没传过任何男性绯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